现在我们来介绍区间的观念 区间的话呢 它是一个实数的一个部分的集合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B区间的观念 B区间的写法的话呢 它是以一个中瓜糊的方式来表达 中瓜糊A斗点B中瓜糊 它的意思是说 哪些集合呢 比X的话呢 小于等于B大于等于A的这些所有的数字所成的集合 那我来举个例子给各位同学看 比如说我们来介绍的话呢 如果如何去描述一个区间 由-2到3之间的一个B区间 所谓B区间的意思很重要的是 它是两个端点都要考虑 -2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实心的点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实心 我们画一个实心 3的话呢 是也是实心点 只要是中瓜糊的部分就是实心 然后的话呢 只要是介于这两点中间的数字 我们通通要 那么这一段就是所谓的是-2到3的B区间的写法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跟B区间不一样的 就是叫做开区间 什么是开区间呢 跟B区间非常的像 它只差在哪里呢 它只差在 它是圆瓜糊 圆的跟这个方的差异在哪里呢 只差在端点上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 如果说我们要算的是-1到2之间的开区间 所谓的open interval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1到2 那-1到2的话呢 注意的是这个-1这个点本身我们并没有 到2的话呢 我们这边也没有 我们就是比-1大 比-2比正2小 中间这块区域 注意的是我们两者之间的话呢 差异是差异在端点不一样 一个是有含端点 一个是没有含端点的 除了开区间以及B区间的情况之外 还有一种可能是叫做半开半壁的情况 何谓半开半壁的呢 它只有一个端点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给同学看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要画出由-2到1 这个区间的话呢 是如何来表达呢 -2这一点的话呢 是有端点的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画一个实心的 1这一点的话呢 是不含端点的 我们就空心的 于是的话呢 这个的连结 我们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这个区域的话呢 是比-2大 比正1小 然后包含-2 那一个点的这个区域 我们就称为是半开半壁的区间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种区间 我们是经常遇到的 就是所谓的无限区间 那我们的写法的话呢 它是比一个数字大 或比一个数字小 它的话呢 这个符号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要认识 这个字叫做infinity 无限大 它的意思是说 比A还大 然后的话呢 大到哪里去呢 大到一直往右走 一直往右走 它是没有界限的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用一个符号来代表 叫做无限大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来介绍的话呢 是2到无限大 意思就是说 比2都大的部分 我们全部都要 那我们怎么画呢 我们2的话呢 这一点不包含 当然这边如果是方框框的话呢 我们2的话呢 就要变成实心点了 2一直往右走 各位同学注意的是 区间的符号的话呢 大的一定在右边 小的一定在左边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表达的方式就是使用的是一个箭头 就是所谓的射线 从2以上 我们偷偷都要 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叫做无限区间的表达方式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无限区间的表达方式的话呢 我们大概的话呢 就介绍到这边 这边 看到 还有 我们下架 ton